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 宗教改革的序幕 信仰的动荡 当我们谈到宗教改革的序幕 这就像是在看一部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大片 充满了阴谋 背叛 信仰的动荡 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英雄和反派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16世纪的欧洲 看看这场改变世界的风暴是如何酝酿的 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这部大片的主角之一 马丁·路德 这位德国的修士和神学家 原本只是一个安静的学者 喜欢在修道院里研究圣经 然而 他的内心却燃烧着对教会腐败的不满 特别是对赎罪券的愤怒 赎罪券 简单来说 就是教会卖给信徒的一种灵魂保险 你花钱买了它 就能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 这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现代的VIP会员卡 只不过 这张卡是用来买灵魂救赎的 1517年 路德终于忍无可忍 他写下了著名的95条论纲 并把他钉在了威登堡教堂的门上 这一举动就像是点燃了火药桶 迅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路德的论点很简单 信仰应该回归圣经 教会不应该贩卖救赎 这些话在当时可是相当大胆的 因为他直接挑战了教会的权威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这部大片中的反派角色 教皇和教会高层 他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于是开始对路德进行打压和威胁 教皇利奥时事 甚至发布了一道教令 要求路德收回他的言论 路德的回应则是更加坚定 他公开烧毁了教皇的教令 这一举动就像是向教会宣战 这场信仰的动荡 不仅仅是宗教上的争论 它还引发了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革 许多德国的诸侯和贵族 看到了机会支持路德的改革 因为这样可以削弱教会的权力 增强自己的地位 这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权力游戏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利益 宗教改革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 催生了许多新的教派和思想 路德的勇气和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也让我们明白了 改变世界的往往是那些 敢于挑战现状的人 所以当你下次看到一部 关于宗教改革的电影或书籍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是一场充满了戏剧性 和人性光辉的历史大片 而我们今天的世界 正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结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马丁路德的抗议 教会的分裂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6世纪 看看一位名叫马丁 路德的神学教授 是如何掀起了一场宗教风暴 导致了教会的分裂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这段 充满戏剧性的旅程吧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 我们的主角 马丁路德 路德出生在1483年的德国 他原本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甚至还成为了一名修士和神学教授 你可能会想 一个如此虔诚的人 怎么会成为教会的麻烦制造者呢 这就要从一个小小的赎罪券说起 在16世纪 天主教会为了筹集资金 建造圣彼得大教堂 开始出售赎罪券 简单来说 赎罪券就是一种 灵魂免罪卡 你花钱买了它 就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 听起来像是宗教版的VIP会员卡吧 但路德对此非常不满 他认为这是对信仰的亵渎 和对穷人的剥削 于是 在1517年的万圣节前夕 路德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他写下了95条论纲 并将其定在了威登堡教堂的门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 今天有人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篇火爆的长文 瞬间引发了广泛关注 路德的论纲 批评了教会的腐败和赎罪劝的滥用 呼吁回归圣经的教义 教会高层当然不高兴了 他们试图让路德收回他的言论 但路德坚决不从 于是 1521年 教会召开了沃尔姆斯会议 要求路德撤回他的主张 路德的回答非常有名 除非我被圣经和明白的理性说服 否则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东西 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安全的 也是不正确的 这里我站立 我别无选择 愿上帝帮助我 阿门 这句话不仅展示了路德的坚定信念 也成为了宗教改革的标志性时刻 路德的勇气和坚持 激励了许多人 导致了新教的兴起 和天主教会的分裂 新教徒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 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 而不是通过教会的中介 当然 这场宗教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引发了许多冲突和战争 但也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变革 促进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 可以说 马丁路德的抗议 不仅改变了宗教的面貌 也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 所以 下次你在思考信仰和良心的问题时 不妨想想马丁路德和他的95条论纲 他用行动告诉我们 勇敢地追求真理和正义 即使面对强大的阻力 也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新教的兴起 欧洲的宗教战争 好的 大家请坐好 准备好你的咖啡或茶 因为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6世纪的欧洲 看看新教的兴起 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 是如何改变了整个大陆的命运 首先我们得从一个叫马丁 路德的修士说起 1517年 这位德国修士 在维藤贝格教堂的门上 定了95条论纲 批评天主教会的腐败 和赎罪劝的滥用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今天有人在推特上 发了一条爆炸性的推文 瞬间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路德的论纲迅速传播 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 新教的兴起 不仅仅是宗教上的变革 更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 新教徒强调 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 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新闻 想象一下 如果你一直以来 都需要通过一个中介 才能和老板沟通 突然有一天 你可以直接发邮件给老板了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 这就是新教徒的感觉 然而 宗教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新教的兴起 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战争 最著名的莫过于30年战争 1618-1648 这场战争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卷了进去 战争的起因 可以追溯到波西米亚的宗教冲突 但很快就演变成了各国之间的权力斗争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场超级复杂的真人版权力的游戏 各方势力互相厮杀 背后还有各种阴谋诡计 在这场战争中 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 扮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 虽然法国是天主教国家 但黎塞留却支持新教国家对抗哈布斯堡王朝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强大 对法国构成了威胁 你看 这就像是你在公司里支持竞争对手的项目 只因为你不喜欢你的上司 战争的结果是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 这个合约不仅结束了30年战争 还奠定了现代国家体系的基础 各国开始承认彼此的主权 不再干涉他国内政 这就像是大家终于决定 在办公室里各自安分守己 不再互相捣乱 总的来说 新教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 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他们不仅推动了宗教改革 还促进了国家主权的概念 最终为现代欧洲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所以 下次你在教堂里 看到那些精美的彩色玻璃窗 或者在历史书上 读到那些复杂的战争故事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修士 在叫唐门上定的那95条论纲 历史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意外 不是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了16世纪 亲眼目睹了那场宗教改革的风暴 这里是六博士 我来自六度世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刚刚探讨了马丁路德 如何凭借一张95条论纲 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 教会的反映政治势力的插手 以及最终新教的兴起 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 简单总结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改革 不仅仅是信仰上的变革 它也是社会 政治和经济的革命 马丁路德的勇气与坚持 不仅挑战了教会的权威 还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巨大变革 新教的兴起 让个人信仰变得更加直接和自主 减少了中介的干预 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 则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 和社会结构 深入分析一下 宗教改革实际上揭示了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 信仰与权力的关系 马丁路德批评教会的腐败 和赎罪劝的滥用 其实是对权力滥用的一种反抗 这让我们思考 在现代社会中 权力与信仰 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平衡 如何保持 第二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新教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 这种强调个人信仰的做法 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 我们今天的个人自由和权力 或许也可以追溯到那段历史 第三 变革与冲突的关系 宗教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引发了多年的战争和冲突 但最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每一次重大变革背后 往往都伴随着阵痛和冲突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观点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 它也在不断地启发我们今天的生活 那么 你认为马丁路德的勇气 对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启示 你又如何看待信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呢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